OK 結束了 各位手足 今天這個活動是旺陽特搞的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就全部他負責 我覺得任何人玩這些跑步造勢都是很膠的 在韓國這個人玩就不膠 很有氣勢 有一天 我老婆在Facebook看到三張那些 很有型 幾個俊男 但又很健食 其中一個假裝是世界團王的 那兩個人打暴動 他就問我 你們是否參加好運 你聽 雪鬼一馬的心事搞成這樣 但這個真是一個 我都要在這裏講 是一個很有意的活動 你看個個現在已經有些粗度很難吃 黃楊大喜巴有肚了 現在沒有肚了 他現在說還未夠血 未夠血打一血就血 但是你那樣是腹肌來的 腹肌來的嗎 腹肌來的嗎 今天腹肌不是這樣的 很有視條 哈哈哈哈 手臂放了 哈哈哈 你那些極度腹肌 你那些不符合世界標準 今天天氣很熱 第一 希望各位手足盡量小心一點 最好有一條毛巾要喝水 那我的職責就是黃楊大派給我的 叫我扮一下要怎麼跑兩步 不要 跑跑跑跑 不要 我跑了 我跑到我的車上 我們上一輛車 你要照顧一下我才行 但是我一個超過60歲的 雖然就是不遲 看左看電 看右看不見 我暗戀 我怎麼搞的呢 他就派我去送水 那我在九龍騎會見到大家的 接著旺角是會見到大家的 劇員跟我都有三月的了 那就因為是大坑看出我 真是有多老闆 但是不出來和大家打氣又不行 那這次的選舉呢 就好像我們跑步那樣 都很艱鉅 但是我們一定贏的 大家放心 那現在就在擔心一件事 當時五個 只有一個有得選 還是我這個混蛋 那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蔡衛就說 嘩 這麼差勁就托人工啊 就是這樣 那我們當然不希望出現這樣的情況 如果我們五個都 只有一個有得選 就選來托嗎 對不對 但是大坑就警告我 不是啊 你說選擬托都沒用 那些人一樣會投票給你 都無法退選過的制度 那就是死了 我就不想見到這種情況 他很誣歸我們 都要讓他去選 OK 那因為如果政府 只是這個做法 打羅打鼓 只有一個陳浩天不能選 那這個政府就是 天下間最賢蠢的政府 那如果梁天琦不能選 然後就可能 就是大坑的估計 有收E-mail 叫你服那些 現在只有四個 一個就是梁天琦 一個就是陳浩天 另外一個就是中出量子 然後就是謝錦伯 其他那些呢 我們就沒有收到E-mail的 那他說呢 在邏輯上 上色上的推測 就可能我們最有機會 就是四眼不能選 那但是我們都希望 見到這種情況 我們希望五區都能選 那如果萬一四眼不能選 只有四個 那於是有另一種壓力 那些人就會說 嘩 選來做什麼 退選啊全部 那我的說法 就對雙方 我們有這個報仇 這陣子進去就 搞這個建制派 又打了 真正的 這陣子 逼我們走一條更加激進的道路 我們一定要報復 王陽達 今天一句說就好 是吧 你他媽的要死 我他媽的幾年 就是如果這個政府 要逼到大家沒有一條退路 我們現在沒有機會 你最後一個下台階 修改基本法 你還有一些顏面在那裏 亦都向國際社會展示 這個一國兩制高度支持是真的 但是如果 你現在剝奪了一個 因為言論自由政見不同 而沒有得參選的 你不但違反這個國際人權的公約 亦都違反基本法的相關規定 所以 你逼到大家要走上一條更加激進的道路 我不是說泛民 泛民就會叫你借鞋 其實他真的想我們借鞋 是吧 所以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不可能退選的 我現在告訴大家 明天就一定知道消息 因為明天是禮拜一 禮拜二就是抄波仔 抄號碼 所以截止的日期 就是通知你有沒有得選 就是明天 所以明天如果有消息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stand by 就會做記者會也好 其實做記者會也有點浪費 記者都對我們也沒什麼好 沒什麼好處的 我們就會發一個聲明 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都好 所以我們今天 這個考步爭取五區公投全民制建 就是要武裝我們自己 首先要體能 是吧 現在要怎麼打架 為什麼要勇武抗爭 為什麼要進去長江 周奇的英俊 勇武 如果對著我 廣告那些年輕人 一定不是打齊他 你不打齊他 他就知道這個勇武 對付你這些疾人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今天這個跑步 是很有意義的 對不對 好 OK 五區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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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制�lls 五 Year公投 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 一八區公投 到 nuovo 謝謝教主 為我們做粵培Feet ladies at this valuable ふうに